事情是这样子的 我玩的是点尾 我去下路抓了个人 此时我是一个人 对面有两个人 扮着一下我就挂了 于是对面就开始嘲讽我了 当他们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我心里想着我不生气 我也没有回他们 我只是默默的预约上了 红色的打野刀 还有吉布之靴 很幸运的 我抢到对面的蓝 还抢到了对面的野怪 但是此时 对面的打野在旁边看着 他来了 我就一个大招砍了上去 他只能暂避风芒 我二技能一技能 把他打跑了 但是后面又来了一个蔡文姬 蔡文姬在现在的我看来 血量超级货 再加上他加血的技能 我根本就砍不掉他的血 而此时 对面又冒出来了一个射手 我知道这一波 我要凶多吉少了 我只能先远离射手 然后等待我的技能cd 回去 不要理蔡文姬 直接和射手硬扛 射手放出了闪现 我一个大招就冲了上去 我没了 但是射手也死了 此时对面又开始大放厥子 此时的我还是没有生气 我只是默默的又预约上了 宗师之力 还有无尽战争 然后我就悄悄的来到了上 火镜曹松 开着一技能 一个大招打中陈耀金 二技能 一技能 再来个普通攻击 先把陈耀金给拿下 先把自己的经济给发育起来 接着 我又重准机会 来到了中路 看见周瑜 一个大招跳了上去 但是周瑜 放出了闪现 我们只能先走 此时后面的人员都在 我等待技能 回头 又与对面的 纳可露露 缠斗在了一起 这波我的伤害显然很高 那可露露没有跑掉 而打旁边的蔡文姬 显然也是很疼 他回到塔的里面 我也把他单杀 不过又让对面的射手 占了一回便宜 让他打到了我的最后一下 抢到了我一个人头 我并不在意 但是我不明白 李元芳怎么又在这里口黑 他只不过是打到了我一下而已 显然此时我的心情 已经有一点糟糕 于是我又把对面的野怪清光了 在对面的野区 我又碰见了蔡文姬 现在我的伤害 打他已经很疼了 一个二技能 普通攻击 每一下都差不多 都是狗子 而此时对面的人员都来了 我并没有怕 顶追对面的中鱼 二技能坐地 一个普通攻击 先拿下他 显然这波 我们二连击 并且自身还没有死 在我心里面已经很有了 但是我不知道 对面的人员 又抽的哪一阵风 他们自己吵起来 还要带上我 我不明白 于是我又把装备 预约了暗影战斧和破决 现在我们再参加挑战 打招直接怼上去 终于一步出两秒 我们就直接秒了他 而旁边的那可 露露头都不用回 只能逃跑 满血的蔡文姬 在我眼里面 根本就不算什么 塔下直接把他墙上 你们看 这一波 我又拿了一个二连击破 应该算是很优秀的 但是对面的嘴里 依旧没有说什么好话 我就不明白了 我是招他们 还是惹他们 还要承受他们 这么多的语言暴力 那么既然看样子 他们是不服了 那我们只能打到他们服了 因为此时 我们的装备 已经够这个资格 这一波 我又来到了中央 看将陈老金 一脚给他踹减速 随后大招回嘴 然后一技能出暴击 一个普通攻击 红扫先军 随后我们紧跟着 那可露露的步伐 我发现他在防御塔的里面 我们开着一技能 直接闯进防御塔 等借他给他减速 二技能 一个普通攻击 我们又一次成功的 塔下强杀 二连击破 此时对面的人员 已经开始闭嘴了 没有人说话了 先是截断对面中路的兵线 两刀直接把他兵线咔嚓断 然后直接跑上对面的高地 看见周瑜 一个大招 蹲上去 二技能普通攻击 先天下无霜 此时那可露露跑了过来 一个屁堆就蹲到了我 立马二技能 我给他打上 想跑两个普通攻击 我们二连击破 回头又遇见了蔡文姬 直接大脚跺大 他夹雪 我们追着他普通攻击 后面射手来了 我们先放弃蔡文姬 随后直怼射手 连蔡文姬一起给他秒 在后面 狗咬金来了 直接个大招 随后二技能 三技能 我们成功的 无连绝势 这时候 对面人员的嘴里 终于说出了一点点的好话 虽然显得还是那么言不由衷 但是我还是决定原谅他们 但是这个比赛 他是要认真打的 马上周瑜就要复活回来了 该不客气的 我还是不会客气 看见他 开启一技能 二技能 衣服的六十斤 不痛 直接回家 终于 B线也已经赶到了 游戏也要到处结束 在这里也要告诉大家 文明游戏 注意自己的答案 我爱文明 文明爱我 好了 我是豆豆 我行 你也行 我们下期再见